悬赏千万寻狗仅对付五千 说话咋这么不算数呢 近日郑州流浪动物领养中心发布了一则寻狗启示 因为悬赏金额高达千万元 引起了广大网友热议 7月9号晚该中心宣布找到了丢失的狗狗 但是知情人士称 狗主人最终只给予寻州者五千多块钱的打谢 针对此事有律师表示 找到的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起诉狗主人 索要更多的悬赏金 甚至还有人认为 狗主人的行为属于编造虚假信息 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轻者要给予治安处罚 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那么这些说法有道理吗 宏基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认为 如果说要花一千万寻狗是想制造轰动效应 引起对寻狗喜事的关注 从而增加找到狗的可能性 这种心态多少还能够理解 但是一些人提出要刑法伺候 会不会上纲上线了 按照正常的理解 支付找狗报酬是理所应当的履约行为 现在的问题是 狗主人只支付五千多块钱 离一千万 这也差太多了 找到狗的人 是否可以追偿剩余的钱款 显然这里就涉及狗的价值本身 如果丢掉一条狗 最多也就损失十万八万 找到却要上千万 二者相比较 这明显背离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也有围攻血粮族 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那么狗主人故意发布这种夸大的悬赏广告 也不支付一千万元的答谢金 是否构成治安违法等犯罪行为呢 明显也不构成 所以法律不反对悬赏人在发布悬赏广告时 所述高额的答谢承诺 但也不支持因为急于寻找丢失物 而信口开河 背离诚实信用原则 悬赏广告具有法律效力 发布者一般都具有履行悬赏合同的法律责任 如果有悬赏者在相对人履行完悬赏事项之后 不支付悬赏金额 他兑现自己承诺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只不过信口开架离刑事责任还差得远 甚至于连治安违法都谈不上 一些解读者不应该夸大其词误导民众 欢迎关注说东西 我是亦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